今天我們會講一下煤的一些特點 煤的英文是ANSAS 這個概念其實已經出現過很多次 例如在健康中講一些食物的時候 大家看到中文最後是煤字 或者英文是ASE結尾那些 其實全部都是ANSAS 全部都是煤 另外就是符號就是吃鬼的圖案 大家看到有四種 煤的作用就是 其實它是一個催化劑 一個catalyst 它是可以加快的反應 另外就是令到反應可以在一些 溫和的條件進行 好像下面的圖案 之前大家見過的 就是我們講的BENETAS 即是這個本路德測試 可不可以測試借糖的時候 就提過了 借糖它不是Vitune Sugar 不是還原糖 我們要測試它 就要把它分解成還原糖 如果用煤的話 然後呢 37度 就可以把它分解到 就是人體的體溫 但是如果不用煤 用第二樣東西用酸的話 就要100度 你想想 如果我們身體裡面 很多化學反應 都是用ANSIZ 用煤來催化 如果我們沒有煤的話 我們怎樣才能做到同一樣的反應呢 我們就需要用酸100度去加熱細胞 那你的細胞都死了 那還要做什麼反應呢 所以可以這樣說 如果沒有ANSIZ 沒有煤的話 其實是沒有任何細胞可以維持生存的 而煤去運作呢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圖去理解 紫色的食鬼型 就是ANSIZ 就是煤 它就會催化一個反應 就是綠色的三角形 一個會分解變成兩個 那首先呢 那個未分解之前 大一點的三角形 就是一個substrate 就是瘦質 它就會跟ANSIZ結合 結合之後呢 就會叫做ANSIZ Substrate Complex 就是煤瘦質複合物 而ANSIZ的煤 它跟瘦質結合的部位 就叫做ActiveSight 即是中文是活性部位 之後呢 當ANSIZ Substrate Complex 那個煤瘦質複合物 再分解的時候 就會放回產物出來 而ANSIZ的煤 在過程的開頭和最尾是一樣的 所以ANSIZ完成了這個反應之後 它是可以重用的 即是可以reuse 就是上一個的煤瘦 所以一顆ANSIZ 其實就可以催化很多很多次的反應 都可以的 因為它在反應之後 是保持不變的 接著呢 我們如果 要描述一個 由煤去催化的反應 即是一個ANSIMATIC Reaction 在與煤瘦質成功 可能每次都會好像這個 這裡寫得這麼詳細 有時呢 會有些簡寫 比如 就好像下面 紫色的實線 的框 那個就是簡寫 即是由一個煤去催化 一個單向的反應 但是有些化學反應 它本身是相向的 就會是用紫色虛線 方法去表達 而一個煤趨化的反應究竟是單向的相向 是不關於煤的事 就是處決於反應本身化學上是否可逆 如果不是可逆的,就是左邊的實線框 如果是可逆的,右邊的實線框 而煤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它的專一性 英文叫Specificity 我們有一個假設去解釋現象 就叫做鎖匙假設 英文就是Lock and Key Hypothesis 意思是煤就像鎖匙一樣 接著手側就像鎖匙一樣 我們就可以把鎖匙和鎖結合 然後就可以令鎖有改變 例如打開了 而在過程中,鎖匙是沒有變化的 即是說,只要鎖匙的形狀和鎖混合 一條鎖匙是可以開很多 而鎖匙和鎖的形狀要配合 就像是活性無畏 要跟手側,即是Active Size 要跟Substray的形狀配合 不過這個假設並不是最好的假設 只不過是它比較簡單 DNC就算了 這個假設都是它的限制 第一就是 實際上 實際上 通常都帶著那個Substray 即是帶著鎖匙,通常都是小 這是一個分別 第二就是 那個Substray 和Product 即是售質和產品 很多時候的形狀是不同的 那怎樣 怎樣跟一個Substray 這個形狀可以 Active Size 即是說到它這麼專一 但是又可以 跟受質配合 又可以跟產品配合 那我們會有 會有一些更好的假設 去解釋這些現象 不過這個就超出了DSE的範圍 而要體現到煤的專一性 我們都是發化這一扇 我們看到這一扇 很多個化學反應 即是把食物物質分解 而每一個步驟 其實都是用一些不同的 不同的NC 即是如果你要分解 Starsh 電粉 你是要用Aminase 如果你用Lipase 或者Protease 是做不到的 或者反過來 你想拆解Protein 你用其他不適合的NC 又是分解不到的 這個化學反應 所以這個就是煤的專一性 就是這樣 那有什麼是不專一性的呢? 其實這一版 大家看到的所有反應 其實都可以用酸去吹化 即是用酸加熱100度 是可以把全部東西弄散 所以呢 因為酸可以吹化到很多不同的反應 所以它就是不專一 它就是不專一的吹化劑 那煤就是專一啦 算盤 商身 用其他系統 都是 Deutsche 不會 我覺得 很適合 那 你們 theater 明白嗎? 您